1949年 毛主席和江青的合影 伟人若有所思 他在想什么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3月23日 拍摄地点是河北省平山县西百坡 照片上 毛主席坐在这辆厂房吉普车的副驾驶上 他穿着灰色的大衣 头戴绒帽 他的表情平淡 眼神迷离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在想什么呢 可能他想的最多的是上京赶考 怎样考好 怎样避免当理自成 毕竟 打江山难 坐江山更难 毛主席后面的江青 正在上车 他也穿着灰色的大衣 头戴黑色的绒帽 他低头往下看 显得小心翼翼 注意看他的表情 能看出一丝丝兴奋的神色 尽管不是那么明显 这天 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 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离开西百坡 他们的目的地是北京城 车队就要离开了 毛主席对随行人员说 我们再也不搬家了听了毛主席的话 大家既感慨过去转战的日子 又憧憬着未来北京的生活 1947年3月18日 党中央和毛主席 主动撤离延安 开始转战陕北 1948年3月22日 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 入驻西百坡 1949年3月23日 中央毛主席离开西百坡 开往北京城 大家看看这个时间节点 基本上都是一年 不得不佩服毛主席和解放军的伟大 一年上一个大的台阶 直至把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打跑 毛主席说 我们再也不搬家这句话 既体现了毛主席对转战生活的厌倦 又体现了毛主席心中那份强大的自信 正如毛主席所说 他们把家安在北京之后 再也没有搬过家 订阅我 一起聊聊